新经济时间来关注 辉达的财报公布了 但优于预期 那股市是如何表现的呢 舒涵 好 确实哦 全村的希望似乎是落空了 来看一下呢 其实开出了相当漂亮的一个财报 营收是大大高于了预期 而且呢 营收年增幅来到122% 但是为什么市场不买单 其实之前也跟大家预告过 如果你只是开出一个 优于预期的一个财报 恐怕市场不会买单的 因为今年真的已经涨多了 除非你开出一个超级棒 所以我们来看到 结果它第三季的表现 还略略的低于市场的预期 因为第三季 他们自己评估 应该是达到325亿美元 但是市场预期 应该会落在379亿美元 所以并没有达到最乐观的预测 这真的是一个 好同学的一个困境 所以我们看到大家希望 你可以再提出更棒的一个状态 但是没有 所以市场不买单了 那接下来还有引诱 就是下一代的AI晶片 Blackwell的部分 一直都传出生产过程 有一些些困难 所以好像也还没有提出 更多更具体的一个状态 所以导致盘后 股价真的是剧烈的波动 最低跌到了超过8% 再来我们就看到 本季的展望可能会削弱 之后的一个推动力 所以达成为全球市值 第二高公司的AI热潮 当然就是打下了一个警钟 我们也看到达达的财务长就表示 Blackwell第四季应该会达到数十亿美元 现在黄仁勋也表示 这一代的Hopper 其实未来两季需求还是很强 不过好像还是没有挽救整个信心 我们看到在费办的部分 还是没有站上季线 所以显示整个金流 还没有回到科技肋股上 所以当然台股 目前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有压力 好 回答财报很好 但是自由身一定要更好 那外资又是怎么看的 淑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AI的一个伺服器的状况了 首先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杂音真的是频传 也冲击到全球的一个资本市场 现在Morgan Stanley就来了三个因素 来看望整个伺服器的展望 其实它是满看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ODM厂的未来五年 都持续增加资本支出 所以显示信心还是满层 以及全面筹资 现在这个存托凭证 可以换公司债 而且水位来到40亿美元 还有生产基地不断的扩张 也推动2025年的整体营收表现 大摩的平等 其实包括了鸿海 伟创 华硕 技嘉 广达 它通通的平等 都是优于大盘的一个情形了 再来看到的就是美超围了 这只腰骨的表现 最近也是跌破大家眼睛 之后它是累饭了 现在还出现了 重大的财务熟食 而且还延后年度的财报 而且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它是一个累饭 所以这当然是动摇市场的信心 它周三的股价收盘 是暴跌将近两成之多 真的是蛮吓人的一个情况 它可能就会有厂商要抽单了 现在最大的获利者是谁 有分析师就表示 Dale可能就是余庸得利了 渴望可以接下美超围流失的订单 也可以大幅的拉大现在领先的一个差距 而国内的电子支付市场百家争鸣 但有人赚钱吗 舒涵 确实 结果前三大都是彩兮兮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难兄难弟们 首先来看到的是街口支付了 这个部分其实你也看到 每股都亏损了2.04元 一卡通的部分也是亏损的 来到了0.14元 全支付全联的部分 来到了1.42元 全银支付也就是全家的部分 亏损也来到了1.19元 其实相较于去年同期 我们可以看到在街口支付的部分 它还是扩大亏损的一个情况 上半年的营收是来到了2.4亿 那么营业的毛利是来到了9600万 另外它一卡通的话 较去年的一个状况 其实有略幅的收敛一下了 它大幅的缩减 但是每股还是亏了0.43 这个叫去年同期的一个状况 全支付的部分 上半年的营收成长是六成 毛利率也转正到了1400万 但是推销还有管理费用 都是大幅上升的 这也增加了它营运的压力了 最后看到全家的一个状况 就去年同期 美股亏了1.9元 也是略微收敛的一个情况 虽然说是难兽难地 可是还是有人信心十足 像是全联的部分 在今年6月 他们表示还会继续来投入资金 而且认为自己已经做好 至少要亏损5年的一个打算了 所以看得出来 就算难兽难地 还是有人会坚持下去 除了以上的重点提供给大家 欢迎扫描的是QR Code 下载App掌握资讯 以上刑警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